今日,华为公开了创始人任正非在公司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与部分科学家、专家、实习生的讲话 来自未来终端实验室的员工向任正非提问 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终端业务尤其是手机业务处在相当艰难的处境 从公司层面看,哪些领域未来会有大机会,公司是否考虑加入新领域 有没有新的方向指引